那我們邀請到第一位呢是賴君甫 他目前是四段 哈囉君甫你好 大家好我是賴君甫 那第二位我們邀請到的是 盧逸泉他目前是三段 大家好我是盧逸泉 好那一開始你們兩位先跟我們 聽眾朋友介紹一下 你們為什麼會跟圍棋結緣 都是因為家長的關係嗎 小時候是因為 一年級的時候學校的社團 然後又圍棋社 然後就 就想要學看看 然後後來學了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就一直這樣學下去 所以你一開始是從學校的社團有興趣 然後就去外面圍棋社嗎 對又去外面 然後你從中發現什麼樂趣 從中就是因為圍棋的變化非常多 是應該算是棋裡面 最變化最多的遊戲 對所以 所以你很享受那個動腦筋的那個過程嗎 對很喜歡動腦筋 所以你從小就是這樣的一個 近的下心來然後會去思考很多事情的 個性嗎 小時候 比較稍微好動一點 但是 學圍棋的時候還是讓我覺得 很有趣 小時候很好動學圍棋你就不能動啊 對不對 可以動腦筋 好 藝全幫我們講你當初怎麼接觸圍棋 我呢是因為家人的關係 那時候我爸爸還有外公很喜歡圍棋 然後就讓我去圍棋祈願學棋 然後我在上了第一堂課後 就對圍棋感到很有興趣 就一直學下去 那時候幾歲 七歲 七歲才國小一年級你就 學了就有興趣 可是下一盤不是都很長嗎 你們都不會覺得那個 下一盤可能要一兩個小時甚至更長 那時候都不會覺得沒有耐心嗎 因為剛開始學棋的時候 在棋院他都是小朋友下 就是一盤棋都是很快就結束 因為你們小朋友就對 對 就是沒有時間限制 就是很快就可以下完一盤棋 然後就是下 那時候應該比較沒技巧吧 不用思考吧 所以下很快 因為不知道哪邊要動腦 對阿對阿 那後來是怎麼樣從這個興趣邁向 所謂的職業騎士這條路 中間過程大概幾年的時間 大概到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開始走向職業的道路 先跟我們講那個 進入職業的定義是什麼 進入職業要通過一個職業騎士考試 然後通過才到達職業的門檻 然後就等於要先檢定就對 你那時候進入職業的話是 段數在哪裡 就是職業初段 職業初段 那均福你 你從業餘到職業多幾年的時間 業餘到職業 我是一年級開始學期 然後國二的時候升職業其實 國小一年級 對國小一年級 然後這樣算很長耶 你等於學了七年才進入職業 對阿 可是進入職業就要考慮那個 跟課業的一個衝突 那你們什麼時候進入所謂的自學 然後開始全力的這個學期 我是五年級的時候就辦自學 因為那時候台北有一個海豐騎員的道場 然後是平日一到五的訓練 所以沒辦法就是只能辦自學 然後去那邊訓練 然後那時候是你們 還要進入海豐的這個所謂的職業騎隊 還是要經過一些考核對不對 對 那你們那時候是經過什麼樣的選拔 才有資格進入海豐騎員 進入這個興瑞隊這樣 那時候也算是一個 對就是也是選拔賽 然後選拔兩天 然後我剛好很幸運的後補 有後補 然後又剛好有一個人沒有來 就是他後來決定 不想要放棄學藝 所以就就是我了 他選上他最後還是回到本來的 升學系統就對了 對 那那個益泉你 我是國中二年級的時候開始自學 也是跟軍府一樣到 接受那個選拔賽 然後進入海豐騎員 所以選拔一開始要看 純粹就是看你們的成績嗎 還是看人格特質啊 還是看你們的生涯規劃 怎麼考量 就是他會 就讓全台灣人都可以報名 就小朋友報名 是 然後就是集中很多 全台灣的小朋友 對 到海豐騎員 進行瑞士智的棋賽 然後 那先講瑞士智怎麼比 就是假如有16個人的話 就是一對一 然後贏的對贏的 就一直決出 只剩下一個全勝為止 就結束比賽 喔 所以就兩兩一直比 那兩個贏的再跟兩個贏的比 然後最後只有一個全勝 對 所以這樣會算很快還是慢 大概要花一兩天的時間 那一個全勝的之後的人 之後的人 會看 撫分 撫分呢就是 你贏的對手 還有贏的拳拳數 來看 誰的分比較高 喔 就看你總數贏幾目就對 嗯 就是 就是你贏的對手越強 你的分就越高 簡單來說 喔 了解了 然後最後是選出多少人留下來 那個參加培訓 我選拔的時候是選了三個人 我那時候剛好 喔你們不同界啊 對不同 那時候剛好第三名選上 嗯 所以就進入來往期了 喔 只有選三個 對 那很競爭耶 那你們那時候 這個參賽總共多少人記得嗎 我記得 大概 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 喔喔喔 那軍府你那屆呢 是怎樣 那幾個人嗎 對 好像蠻多的感覺 有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 然後一樣三個嗎 其實我有點忘記 那你的資格是怎麼樣 我記得是選四個 然後我是 第五名 喔喔 所以你那屆比較多耶 好像是四個 嗯 那當入 進入職業 這個 等於進入培訓之後 這個每天一到五都要照他們的時間規定嗎 對 你們幾點到期願 然後一直到這個 一天的課程結束 早上九點開始 然後下午五點下課 然後這中間時間怎麼安排 老師會安排 就是到場的人 就是下實戰訓練 就下棋 一開始先實戰 對 然後 其他時間就是 我們自己的訓練 就是打譜 或做死活體 嗯 那你還要解釋 打譜跟做死活體什麼 打譜就是 看世界高手下的棋譜 研究棋譜 對 就學習他們的招法 嗯 然後死活體就像是 嗯 像學校考試的題目 差不多吧 就是 是圍棋的題目 喔 比試就對 嗯 所以你們一天就是這樣 先實戰 然後接著 接下來就是打譜跟著 做活體 對 做死活體 可是 圍棋不是像我們這個印象中 這個一個 這個教練在前面講解你們 全部坐在下面聽嗎 不是像上課那個模式嗎 我們之前還不是職業騎士的時候 會有到場老師上課 喔 統一講解 職業騎士就不用了 身上職業騎士之後就是 主要都在訓練而已 就沒有老師在上課 嗯 那你們的對手是怎麼樣 是 每天這個實戰的對手是都 跟這個實力比較接近的 還是要跟老師那種等級比 嗯 也不一定 就是看你成績好的話 可能可以跟老師 就是比較強一下 嗯 那你們這個計畫 總共要培訓你們到什麼時候 還是每年就這樣 一直參加一直參加 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離開嘛 對不對 對有些人會離開 我現在也回去選擇學業 就不繼續走圍棋的路 就中斷了 對 那你們兩個像 進入這個祈願到現在幾年 我是 114年進入這個祈願 五年 所以你在祈願已經五年了 嗯 那軍府你 六年了 喔 在那邊六年了 對 那有沒有寒暑假 有啊 有寒暑假 還是可以像寒暑假放假 對 所以等於你們把祈願 當作這個一般的上課時間這樣 嗯 祈願就像我們 在學校一樣 好 講一下你們的成績好不好 你們目前都是國內賽嘛 對 那講一下你們國內賽的一些成績 嗯 我國內賽 九月開始的國內賽最好的成績是 國內賽拔牆 目前其他比賽都被淘汰 你不是這個 你這個成績不是2018年拿到什麼季軍嗎 中正輩 那個 那個 因為職業跟業餘的 七瘦混合的比賽 嗯 所以 不算是正式的 統計 統計 那這樣算娛樂賽喔 是不是 嗯 所以你們職業其實就成績會比較好 嗯 所以他就沒有正式列入你們的 對沒有列入 就是 就算拿冠軍也不太會列入 那個 冠軍數 哦 哦 因為是混混到這個業餘就對了 嗯 那軍府你的成績 最好的成績是今年的 十段賽亞軍 嗯 就這樣 目前最高的這個最好的成績 就是亞軍 嗯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你們為期在這麼多年的訓練過程中 你們有有有體會一些 哪一些這個領悟啊 就是 到底怎麼樣讓你的成績 能夠穩定的進步 或者是進步很快 除了固定上課之外 你們自己個人心態上 或者是技巧上怎麼樣去準備 對 我覺得下午也其實體力非常重要 因為 因為有時候 一盤棋可能最多要下六七個小時 嗯 所以一直坐在那邊 還是很容易很累 嗯 所以平常會去運動 跑步啊 所以你有做 跑步算有比較 頻繁的跑嗎 跑馬拉松那種嗎 嗯 之前有參加過一次 那平常自己會訓練跑步 哦 所以體力要求 那那個呢 像我在剛進入職業的時候 就是 就是平時很愛很愛玩遊戲 就是可能訓練沒有這麼認真 嗯 但是 因為生了職業後 過了一兩年都沒出什麼成績 嗯 然後我就發現 可能 可能是自己不夠用功 這樣子 嗯 所以 就我現在覺得 就算是 就是 六日的假日時間 也 必須花心思 投入在危機上 哦 你覺得你的成績沒有趕上就對 對 嗯 我覺得進度可能有點落後 所以你覺得是有體力有關係嗎 因為剛剛 剛剛那個軍補獎 又有跑步 那你個人有訓練體能嗎 嗯 對 我個人也會去跑步 訓練體能 嗯 那飲食方面 這個家長或是祈願 有特別幫你們安排嗎 因為我知道 韓國人有時候都有秘密武器 吃人生啊 所以他們都體力特別強 你們這方面 食物有做一些食補嗎 這方面我們 應該沒有 就營養均衡就對 對 就有吃就好 嗯 有吃就好像不太對吧 吃掉 吃了健康一點嗎 嗯 所以你們在祈願怎麼吃啊 是有公餐嗎 在祈願中午都會有便當 嗯 那菜吃好不好 很好吃 很好吃 那祈願中午吃完飯 你可以睡午覺嗎 有休息時間嗎 有 就是一點吃飯 然後 然後兩點訓練 吃完也有休息的時間 這中間過程那個教練 會不會很嚴格啊 就是會對你們要求很嚴厲 會不會 嚴厲 就可能便當的菜不能 不能剩 也要強迫吃光就對 對 那除了這個咧 那在訓練過程咧 會不會很嚴格 因為我知道岩師出高土啊 可是 在你們這個心瑞隊是這樣 是這種訓練嗎 訓練 訓練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 自己平常在訓練 所以也 就要自我要求就對 不過像之前還沒有 升上職業騎士的時候 在到場 的時候 然後做節起 有時候做錯的話 可能 老師會 打一下之類的 會被罵 會被打 打手 打手 我就跟那個練鋼琴彈不好 唱一下 這樣子 所以你們如果 成績一直沒有起社會怎麼樣 這是不是有些人就考慮就退出了 因為可能他覺得他資質不夠還是怎麼樣 如果一直沒辦法出成績的話 就是可能考量到未來 就會選擇去其他的 就是選擇學業吧 還是會有去 就回到體制就對了 對 因為要決定自學也要蠻大的勇氣 對不對 不只是你們家長也要那個很有勇氣 所以家長一般都會給你們幾年的時間 就是總之要有一個期限嗎 不能夠一直沒有起社這樣一直待下去對不對 嗯 我家人倒是也還好 就是我自己給自己的時間吧 嗯 就是希望 因為我現在18歲 希望20歲前可以獲得國內賽冠軍 嗯 然後就有信心往下走就對 對 嗯 好 那均甫你 你自己給你自己的時間是什麼 時間 我也是希望 三年之內可以拿到冠軍 嗯 所以你們現在 到目前都還沒有出國比喔 都是在國內比而已 有 平常會出國比賽 還是會出國比 所以國外有青少年的一些比賽 有 那你有研究出這個我們的特質 跟其他國家小朋友的特質嗎 你們跟別人差異在哪邊 差異嗎 我覺得是 自信性 還有氣勢 好 所以哪一個國家比較有自信性 比較有氣勢 像 我們如果出國比賽的話 就是大陸 他們呢 他們呢 他們騎手下起來 就是 感覺都 就是遇到誰都不怕的樣子 就比較強悍就對 對 他們有刻意訓練 嗯 可能他們 因為本身他們競爭力 就是 人比較多 就競爭力比較高 所以他們 就是 每個都比較有氣勢吧 嗯 喔所以你覺得這塊你們比較弱就對 嗯 嗯 嗯 要自己 在心理上 做訓練嗎 可是這個自信心還是要真的有實力啊 對不對 不能夠莫名其妙就覺得自己自己感覺良好 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 成績嘛 對 所以你們現在只能夠一直持續的這樣的訓練 那有沒有期待哪一天這個 能夠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成長 因為我知道有時候 人是不是有時候哪個時段突然會開竅 突然成績就突飛猛進 過去應該有 過去應該有這些例子對不對 我覺得 可能是 遇到 就輸太多期後 自己 發奮圖竅 自我發心 這樣子 就很大的刺激喔 對 那你覺得談戀愛會不會成績變好 談戀愛 還是變差 因為大家都以為 談戀愛一定成績會變差 那搞不好有些人因為你女朋友加持 他更那個對不對 但 在談戀愛過程 就是 你可能會分心 對阿一定會分心 那沒有人創造奇蹟嘛 又談戀愛又 成績又很好的 在圍棋方面好像有 就是 新婚的棋手 成績會變好 這樣吧 互相鼓勵嘛 對 新婚的男棋手 好像成績都會突然 那一年的成績都會突然突飛猛進 真的喔 那你覺得是運氣嗎 還是真的是 新婚就氣勢比較強 可能是感情穩定下來 然後 心中可以 心無旁無去對局吧 喔 新婚的時候 阿君伯你覺得 我覺得不一定 不一定 可是你們家長一定會 嚴格管制你們對不對 因為你們既然決定要走職業歧視 那個生活作息阿 什麼平常假日幹嘛 交友情況他們都會掌握對不對 我媽是沒有太管我 所以 她不怕你交女朋友 然後就成績一話 因為你看 你們的那個總教練周俊勳 那個國手 他過去也曾經談過戀愛 也是被家裡阻止 你們一定都看過他自傳對不對 看很多邊 那他也是被阻止阿 所以你們的家長會不會也是這種想法 我媽覺得順其自然就好 遇到再說 對 好 那你們這個除了訓練回家都幹嘛 就放鬆嗎 還是回家還要再加強 我的話在五點訓練之後 就是吃晚飯回家 就是自己 跑人工智能來訓練起 就跟AI下棋對不對 對 像跟AI學棋 這樣子 跟他學 那你會打敗他嗎 AI太強了 AI太強 可是你們 你們回去應該也有一些人會利用網路下棋 你們沒有透過網路跟其他的對手下棋 也會 現在網路平台很發達 你覺得思考會有差別嗎 實戰跟網路戰 你們在思考或 你們的心態上會覺得有差嗎 因為如果是實戰的話 就是看得到對手 對啊 會比較感受得到 那種 氣勢吧 網路上的話就比較還好 所以你會感覺到對手如果很緊張 或對手很從容 你們會相對也會有反應就對了 就是會被對手干擾 對啊有可能 所以對手如果長得很兇狠 你們就 其實就會被他壓下來 是這樣子嗎 那網路就完全不影響 網路就比較清楚 可是你們兩個為什麼不把自己搞兇狠一點 你們兩個都那麼思維 那你出場那個氣勢不就 差人家一解 所以實力要加強一點 你們自己有 現在有沒有一些自己的迷信 自己的秘密 或者是出場一定要幹嘛 或者是 穿什麼 戰袍啊 有沒有 戰袍 有些人會召香拜拜 就拿那個有沒有香服啊 加持 你們自己有沒有一些信仰 或者是有一些 自己屬於個人的喜好 如果很重要的比賽 可能會去拜拜一下吧 就這樣子 然後你身上都沒有藏秘密嗎 沒有 我會帶一把扇子 帶一把扇子 對 怕熱 還是殺氣比較 兇狠 感覺比較有個東西可以拿 要不然手會不知道幹嘛就對 對 對 你們一定要找出自己的秘密 因為我看到國外很多這個職業球員 他們都有他們的一些 屬於他們的那個道具啊 然後可能也許是迷信 但是也許無形中他的自信就會增強 嗯 比如說放我的照片啊 啊 不是啊 放你們那個周迅君總教練的照片 那當你遇到困境就拿出來 就 感覺神力加持 還是放女朋友的照片 對啊你們都沒有去想一些奇奇怪怪的花招 欸 可是別人一定有對不對 你們自己不好意思想講別人好了 你們其他的行為隊有沒有人有一些怪 算怪癖好了 下棋好像比較多的是拿扇子吧 就拿扇子這樣子喔 拿扇子對 你知道我訪問前我一定要刷牙 這個就是我的習慣啊 因為要口齒清晰一點 這樣有時候才不會吃螺絲啊 那你們自己有沒有做一些準備 洗澡 比賽 比賽當日的早上會洗澡 一定要洗澡 對 是為了讓自己精神比較好一點 嗯 就沖澡會 對 比較有精神 嗯嗯嗯 然後也會有比較放鬆的效果 是所以早上洗澡 對 啊俊夫你呢 你的習慣是什麼 早上會刷牙 平時不刷牙嗎 對啊你講的很怪 好像大家都會刷啊 不過可能你們還在摸索啊 對不對 就是欸那你們應該也會看一些 職業騎士的自傳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一些比較激勵的 或是其他日韓選手 中國選手沒有一些 他們的偉人的自傳你們沒有 好像沒有一些什麼自傳 嗯 欸可是以前那個你們周總教練 這麼學期這麼刻苦 那你們會 會不會期望 能夠像他這樣子去 去這個異地訓練啊 然後很苦這樣子 然後就功力大增 你們自己會期待這樣的生活嗎 有機會的話還不錯 會想 嗯 那你回家就跟爸媽講啊 呵呵 你今天就回去講啊 呵呵 怎麼我要一個人去大陸學啊 當然 對啊 因為去大陸 對方不一定讓你學 喔你還有成績 對 太差他還不收你就對 嗯 就 那邊的管道也不是這麼好進入 嗯 因為他們也是國家隊 啊 Jump 你自己有什麼想法 我有機會想去嘗試想看 嗯 但是現在因為在海豐祈願 就資源已經很豐富了 嗯 所以還是先暫時在台灣 那你們是一年一簽嗎 有所謂的簽約嗎 還是可以自由離開 如果真的不行就離開 那有哪一些規矩 沒有簽約 但是 如果想讀書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去讀 你們同屆的到現在有人離開嗎 還是都向你們堅持到現在 已經有一些人離開 嗯 大概 三四個吧 所以你那一期已經三四個 對 就是我當時進入的時候 隊員到現在 已經有三四個會去念書 那不就只剩你一個 你那時候進來才三個 沒有 就是我 因為我不是第一屆進來 就是我進去的時候已經有蠻多人 嗯 所以 就是有些人已經 所以離開很難再回來對不對 因為你們最精華就是 這個青少年這段時間 要訓練扎實嘛 很少成能回來成績很好對不對 成能也不用訓練了 對 我覺得比較難了 嗯 所以純粹這個 圍棋的這個純粹就是記憶嗎 就是 純粹就是記憶的一個考驗嘛 因為我相信你們也是要常常被騎捕什麼 被 對不對 嗯 就是被一些 布局的 CG開始的一些套路 對對對 那你覺得記憶力真的是絕善的那個 一切嗎 當然不是 因為你記得騎路多你當然就 就就比較厲害啊 或是你可以想到這個對不對 十手二十手三十手之後這樣子 我覺得跟臨場的那個 克服心理素質啊 抗壓 對抗壓 嗯 因為有些人可能平常 很好 平常成績非常好 但一到很重要的比賽就 就落掉了 那那到底要怎麼訓練壓力 就天天比 常常比一直比這樣子嗎 有沒有特別的方法 去跑步也蠻能的 跑步可以抗壓 就可以讓自己比較放鬆 嗯 你現在最長跑多少 最長 對 十幾公里 哇 就一趟出去跑十幾公里 嗯 那也蠻累的喔 十幾公里要跑 將近一個小時 差不多 你體力那麼好 對啊 有在訓練 嗯 好 講一下你們還有沒有其他的興趣 要不然 聽眾朋友聽了會覺得 哇職業騎士這麼痛苦 沒有人要加入 你們的生活樂趣還有什麼 嗯 也會 平時也有休閒 就會去看電影 對 你你會挑什麼片 來紓壓嗎 嗯 還是看那個也是鬥志片 我很喜歡 那個漫威系列 喔 英雄片 對 嗯 那除了看電影還有什麼 嗯 平時也會自己看書啊 你們都沒有學生的社交生活嗎 因為你們自學就變 會不會變很孤僻啊 嗯 自己不會覺得就好 哈哈 反正自己覺得好就好 對 啊 君布尼 你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興趣 嗯 我非常喜歡運動 就平常 除了跑步 有時候會去游泳 騎加拉大車 嗯 你你做的這一切是 因為你喜歡還是也是為了這個體力的考量 都有 喜歡比較多 是是是 好你們最後的規劃是什麼 就是如果有機有成績的話 就會一直變所謂的為期之路 這樣職業期之路下去嗎 對 就希望成績可以越來越好 好那萬一萬一成績不好的話 你們自己有沒有想做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父母也會給你們一些 不要讓你壓力太大 如果怎麼樣那就怎麼樣對不對 嗯 嗯 那你們自己其他人生的一個規劃是什麼 我沒什麼規劃 所以你很有信心 一路拼到底 有信心 你哪一年 你覺得你幾歲會拿到這個國際冠軍 國際冠軍 當然要國際啊 台灣冠軍 好像還不太夠對不對 要不然你們犧牲了那麼多 總之要跟國際的好手比 國際冠軍的難度大 大超多 對啊 所以 有拿到就不錯了 可是總要下目標 至少30歲以前 幫你下目標30歲 你來 如果一直堅持奴役下去 最有機會可能2526那段時間吧 為期有沒有年紀的高峰啊 20幾歲最高峰 然後30幾歲的體力下降 記憶力衰退 你們覺得是幾歲 他23到26歲是最高峰吧 所以你們快到了 所以你們剩五六年的時間 對 也蠻緊迫的 沒有人3040歲還在旗台上這個 還霸佔著嗎 因為有些人會這樣 那他們的秘密是什麼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那個秘密吧 不知道 都秘密 所以不知道 都沒有打聽啊 打聽他怎麼養生 或是他怎麼維持生活習慣 或是他怎麼訓練 要不然為什麼到3040歲 他還能夠這麼維持這麼高峰這樣 不過因為現在AI出來了 所以可能跟AI學期也可以 就是很快的進步很多 所以你們有沒有希望有一天 不只拿到冠軍 還打敗AI 打敗AI太難了 講一下麒麟王你們都有看嗎 有 對你們影響怎麼樣 有沒有去騎在那個 什麼神之一收 對我剛學騎的時候就是因為看到麒麟王 所以更想學 看到麒麟王裡面下騎 那些人都超有氣勢 超帥的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以後也要成為職業騎士 跟他們一樣 然後你下一次騎盤就翻了 太用力了 所以 麒麟王對我影響是還好 因為我是 已經 學了蠻多年了 才有看過麒麟王這部 所以你是先有興趣再看到 對 好最後講對你們的父母 或對你們總教練講一些話 好不好 感恩的話還是 感恩的話 還是你要講 有什麼不滿 非常謝謝我媽媽 就是可以 因為其實他一開始是 不支持我 半自學然後 對 來下騎 但是他後來可能 就也看到我真的很喜歡為奇 所以就變成開始支持我 對 非常謝謝 從不支持到支持多長的時間 大概有幾年吧 喔 所以這幾年他都不想跟你講話 哈哈 不諒解你就對了 對 喔所以你是你爸爸支持 你媽媽那時候不支持 對媽媽不支持 喔好 嗯 我是 我也是媽媽不太支持 然後爸爸很支持 嗯哼 就是當初要選擇自學的 對 道路的時候 嗯 就很感謝他們 還是選擇 就是尊重我的想法 因為我希望繼續走在為奇這條路上 嗯 喔所以是你自己堅持要走 嗯 就 對 希望能繼續下 下為奇 嗯 所以很感謝他們 對總教練有沒有話要講 會不會太嚴格 嗯 會 會 可是我看他好好的啊 他是在教騎的時候很嚴格 是不是 在教騎的時候 那也謝謝他的嚴格 讓我們可以比較進步更多 對 嗯 你要對講總教練講什麼 就謝謝他 嗯 就教到自己很多 就是不管是奇商還是 禮儀方面 禮儀方面上都 教給很多 喔對我突然想到他很要求人品 對不對 嗯 所以他們你們這個人品 人格方面 他非常注重 對 所以即使你很厲害 可是太驕傲也不行就對 當然 嗯 然後也不能不尊重你們的棋盤棋子這樣 對啊非常 嗯 嗯 好今天謝謝兩位